所以系统心理学是什么 它就是研究系统的现象跟运作的一些规律 来了解我们人如何创造这个系统 以及系统力量如何影响人 透过这样子我们可以增进对生命的理解 并且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 这是我给系统心理学下了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它在研究 这个系统里面这些现象还有运作规律 比如说公司的系统 公司的系统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家庭的系统有什么样的现象 有没有什么样的运作的规律 我们怎么去创造这些系统 然后系统力量怎么影响我们 透过这样的我们对生命才有更深度 更整体的了解 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品质能够更加提高 OK 好吧 这就是关于系统心理学这门学问 好 因为系统的力量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我们刚刚有提过 比如说你在企业组织 你碰到了一些问题 你要去找解决的方案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要从系统观看到 原来有时候牵一法动全身 有时候某一个部门 你去调整它 结果会影响到别的部门 有时候你在产品上面做一些改进 但是没有一个搭配的时候 也许你可能会付出 比如说更多的成本 那可能影响到你的销售等等 它有个系统的连接力量在那里 所以有些重大的决策 怎么样 我们的系统的力量也在那里去影响我们 比如说你要去聘请一个 一个总经理进来 或者是一个高官的 高端的经理人 或者是高管 好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高管进来 对你的人事组织的互动的影响是什么 还有这个高管 他在融入这个系统里面 他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还有这个高管 他本身他内在的心理状态 如何可以去评估 这些都可以透过系统心理学的一些操作方法来帮助我们 甚至我们有一些决策做了之后 他后续的执行发展会是怎么样 这些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 都是系统心理学里面会去让我们看到的 包括你对未来的发展的一些了解 推测 比如说 之前我们的案例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电脑公司 他们做软体软件 Program 当时候他们来找我们咨询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情况 他的产品已经 创造一个好像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革的产品 但是这个软件这个软体 他出现了一个情况是 他们在思考 是要在原本的这个软体上面去升级它 变成一个重大的升级 还是呢 创一个新的产品的品牌 新的名称 然后来运作这个软件 这个软体 所以他们在这个决策上不是很确定 然后花了不少钱开始去做市调 市场调查 然后也花了不少时间 就他们去调查调查 可能花了半年一年时间 也花了不少钱 好几百万了 有一天呢 就跟我们在聊这个事情 他们不是很确定 结果呢 我们透过系统的心理学 还有系统排列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具 来帮他了解 他作为这个新的产品 或者是他要在旧产品去升级 客户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各位 那这就是对未来发展的一个预测 对不对 还有跟这个大的系统的一份了解 结果我们就透过系统的心理学 还有系统排列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帮他去看到公司跟客户的关系 还有客户对他这个产品的一些反应 这个细节我们会在呢 我们的深入的学习的部分 课堂上会有实际案例的这一些 案例的这个操作跟实际的分析 还有你碰到的可能实际案例 我们可以来探索 那操作细节我在这里就先不说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深入讲 好 重点是当我们透过系统心理学 透过系统排列这样的方法 来帮助他的时候 我们看到 看到什么 他的客户对于他这项产品 用升级的方式 客户觉得很有吸引力 结果呢 透过他想要新的包装 新的品牌 新的产品 创造新的一条产品链 客户就是看了很懵 而且呢 不是呢 这个很有兴趣 所以呢 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呢 这个老板跟我说 周老师啊 这个你这样呈现出来的结果啊 我们花了不到一个小时 结果跟我呢 花了几百万 然后呢 同时去做这个市场调杂 又花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得出来的结果啊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从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心理学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快的去掌握现在系统里的现象 包括我们跟外在的系统的互动关系 结果老板因为看了我们对他的咨询 他就更有信心了 就往这个方向去实践了 本来市场调查出来他还有一点点不是很确定 结果呢 透过我们在系统心理学上给他看到 生成的这一些系统的心理状态 他很确定了 结果呢 他们就采取这样的方案 后续呢 的发展呢 就非常的好 这个成绩就非常的好 好 所以这个是关于我们所用到的 企业组织上面 还有呢 他这个系统的心理的力量 如何影响我们的企业组织 还有人事的规划跟调整 这可是大学问 有些时候不是只看表面的 透过系统的心理学 还有系统排列的这种技术方法呢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看到人事的调整 怎么去影响系统 然后呢 他过程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互动的情况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好 包括系统的心理学也在我们事业跟财富上面 我们跟财富的关系 我们的生涯的规划 还有人生的使命 这些都会受到系统的影响 比如说有些人头脑想着要赚钱 但是在他的系统的背后 其实呢 有一种比如说留不住钱的动力 我之前也有一个关于财富的咨询 在他们家的系统里面 他们的家庭家族里面 许许多多的这个亲人 还有他们的长辈 工作做生意都失败了 所以他的财富没有办法留住 而他来咨询的问题就是 他钱也是留不住 所以呢 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系统的心理的状态 也影响到我们跟财富的关系 还有呢 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你对这个为什么会比较有兴趣 你的生涯规划 或者对某一些事业 你的某些产品你特别有感觉的 这个也有背后的系统的动力在影响 所以呢 从这样子我们就看见 他对我们方方面面有许多的影响 对家庭跟人际的影响也相当的大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婚姻关系 亲子关系 甚至呢 如果说家庭的关系相处不好 出问题也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也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 比如说有一些家庭的系统里面 生成的心理状态是 哎呀 比如说他看到爸爸妈妈吵架 然后最后离婚了 他心里面想着 以后我长大我也不要向他们离婚 结果很奇怪 他长大了 结婚了 结果呢 虽然他头脑告诉自己 不要像他们一样离婚 可是在生成的系统的 心理学的状态里面 我们去看到 他某部分啊 头脑虽然这样想 但是呢 因为他对他爸妈妈的离婚呢 这件事还没有真正在内心 找到一个真正的解决的 接受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就被这个事情 继续纠缠着 拉扯着 那那个系统的力量 纠缠着我们生成的心理状态 结果虽然头脑想要 创造幸福婚姻 不要像他们爸妈这样 但是在生成的系统的心理 生成的一个动力里面 反而更会去追随的 这份心理的动力 忠诚于他的父母 所以这些都是系统心理学里面 研究的一些现象 所以它帮助我们呢 怎么样更好地看到 人际关系互动 还有工作的一些状态 还有彼此呢 甚至你的朋友关系 同事关系都会影响 比如说呢 您呢 如果有背后的系统动力 比如说你可能跟你的爸爸 状态 相处状态不好 有可能也会 在你的工作的场合 可能跟你的主管 相处可能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在系统的心理学里面 我们发现 其中也有个现象是 我们对爸爸或妈妈的 这份关系跟投射 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它 投射到我们的长辈 尤其主管 年纪比你大的时候 那有时候主管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子 其实这些都可以 透过系统心理学来探索 好吗 好 还有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是 我们身心健康 也会有一些系统的动力 在影响我们 比如说我们家族的 系统的动力 我遇到有一些呢 家庭里面呢 它就有一些 因为呢 家庭里面有一些固定的 甚至呢 是某一些世代 都有相类似的疾病 但是有一些人 为什么会发作 有些人不一定会发作 这就要透过系统的心理学来探索 好吗 所以我们看到 系统心理学对我们的影响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这样可以发作 对graa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ого主义 你可能会发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